我们继续回来要跟各位分享 我们插入的这个文字 还有插入的图片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些调整 调整的主要目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美 但至少要让别人清楚看到 这个重要观念 好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感觉 这些字这样子看是清楚的 因为它少而且字很大 可是这边这个字呢 是不是就做得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先姑且不看那个 例如说美不美 可是至少我们是不是希望 把一个内容让别人看懂 那我们就先来观看 以下我所想要跟你们分享 首先第一件事情 这个图片其实可以搬到旁边 搬到旁边 这图片刚刚我们是不是调整了一些大小 对不对 大小的调整 其实我们滑鼠右键 这个针对这张图片 滑鼠右键 它有一个叫做套用字背景 然后填满 填满是什么意思呢 它会把这张图片自动扩大 你就不用在那边调整大小了 还记得刚刚我们调整大小是怎么调 是不是透过这八个点来去调整大小 请问调的刚刚好吗 未必 可是这个时候当我们点套用字背景填满 点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填进去了 可以吗 我们稍微把这张图片搬 可以看到 就直接填进去了 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会比较好一点 好 所以 这点应该没有问题 好 那就请你们 第一件事情 把刚刚你放在这边的图片拿到旁边去 然后滑鼠右键点这个图片套用字背景 我们到时候列印是只有印什么范围 只有印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里面的内容 这外面东西全部都不印 好 所以 第一件事 请你们先做好这件事情 调整我们的一个背景 变成真实的满板 这个功能叫什么 叫做 套用字背景 然后选偏卖 选偏卖